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其中一件事我相信都很轟動的 无论是世界各地都有留意到的 就是SpaceX今次的发射是非常之高难度 但是完成了 你看标题SpaceX must embody the spirit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现在将马斯克提升到大航海年代的哥伦布 SpaceX是否发现新大陆呢? 首先我们讲一下技术难度在哪里? 不知道有多少个朋友有份去看那天我去开直播 当然最劲的画面就是这次就是那支这样的火箭自己回家了 然后被那个发射台队筷子夹住 那些人就说用筷子夹腸来做比喻 我觉得有些都是的 但是我觉得再能够看到难度在哪里呢? 你要看看 现在不是那条腸在那里 用筷子去夹它 这些这样 有个机械走去夹那些静子的技术 就是我们很容易的 现在是反过来 你要夹着那条腸自己弹走之后 它自己回到你的筷子里夹 这一刻才是很厉害的 而且那个火箭的发射是弹到很远 速度很高 然后回到一个这么精准的位置 其实非常非常之困难 而最后就是如果有看到那些片段记录 或者是当时有看直播 最紧张的那一刻就是它回到那个位置那里 最后你知道最容易的那一刻就是 会不会撞到那个发射台呢? 会不会是夹不了呢? 就是说歪了那些东西 认错了 然后整支东西就原地爆了 或者困到那些东西 其实就是在这些因素 这些东西那么重 当时的马力那么高 就是这些参数要看到很准很准 然后最后你发觉 最后夹着 放在发射台上面 丝毫不差 也没有撞到任何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这么精准的技术就非常之了不起 就是以往我们要看到这些技术呢 纯粹真的在卡通片科幻片那里才看到的 现在你会发觉呢 你看变形金刚啊 看超时空耀赛啊 它里面所展现的那些 那些好像在卡通片科幻里面的技术呢 现在终于第一步我们在现世那里可以看到了 所以就非常之厉害的一个里程碑 有两个疑问的 第一个就是 这样的做法目的是什么呢? 另一样东西 那个技术的要求是有什么的配合呢? 那目的就是可以很简单理解的 你如果那样东西直接回到发射台 不用在其他地方撓呢? 那那个运输成本是低的 那你直接一些东西在架那里 你可以说整个你要展现那种叫做效率 还有那个可以循环再用的概念呢? 你是直接回到家里 就是去到发射台上面 是一个最快靓正的做法来的 就是你可以问 那说真的 如果跌到海里撓 或者是跌到其他地方撓完再搬上来 那又差了多远呢? 那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直接搬上发射台那里 那当然又可以再一些东西再快捷一点 那其实也都多少反映到 它那种叫精准控制那种这样的能力 整个组合 你无论是下面做反应的 那对筷子要夹 和上面那支火箭 你去控制自己的运作方向的定位 你可以看到那个火箭降下来的时候 如果你由天空上面画一条斜线 你见它是要落到比较近地面的时候 才再慢慢偏向横向修正它的方向 再找到一个发射台给它夹下去 那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很精准的控制的能力 就是它由那个 拿那个座标拿得精准 还有就是有一个座标之后认到那个地形 然后就是那个图像分析 然后再有一个器械去夹准它 那这几个因素要配合得非常之好 那你会看到那个图像处理的运算 和那个资讯的沟通 和那个机械的反应 那样样东西都完全在那个计算之内 那这样东西你可以看到它展现到那种 就是复杂运算和图像处理 和那个讯息定位 和那个机械反应 那几样能力的配合就非常之厉害了 那动作就很简单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就是我们做一样东西出来 自己懂得回到自己的位置那里 但是如果在一个三维空间 牵涉到太空的级数 而且太空级数的马力 这个火箭的推力也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支推力的火箭 那它都可以做得到这样的精准回收 那你就看到那个科技领先是 就是以一个超过一两代的数字去衡量它的进步 那它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计算、定位 它是不是主要是那个电脑的运算能力 和甚至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 会有的 其中一个部分大家都知道 Tesla那些要整自动 就是无人驾驶自动车这些东西 是要将周围的环境判断得很精准的 我们以前都看过那些意外就是说 它那些无人驾驶车是认错了环境 跟着撞了下去也会有 那现在你这套技术一样 就会在这个这样的发射台那里有用到的 你怎么认到那个发射台哪个位置是 还是不是 哪里要撞 就是哪里不能撞下去的那些呢 你是要将整个周围的地形环境 认清认楚 不受到干扰的情况之下去做的 但是问题就是你现在不是拍一辆简单的车 就是你一辆车它的质量少 那个惯性少 你要去调整它的方向 它的状态相对比较容易 而现在你还要是一支火箭 是凌空这样噴着 就是这么重的一支东西呢 你要在限定的时间 限定的燃料之内 去做到修正方向平衡状态 以及认到地面的目标呢 它对于那个运算要求是高的 而且是越是近的时候 那个要求越来越高 那个运算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可以说是一个图像分析 里面牵涉到一些叫做人工智能学习的 一些的机制绝对有在 那它那个控制室是在地面的 不是在火箭里面的 是在地面的 那些东西当然机械都在火箭里面 那其实地面都是做一个监测 很多自动的program 做的駕駛装置在火箭里面 是 那你如果譬如说它这样做呢 因为现在是讲到就是 这个是去到譬如说去月球 去火星很大帮助 那帮助在哪里呢 那又要这样讲 你全方位是一个 可以用得越少器械的无人駕駛技术 在地球上面 你都会不停问的 下了海有多难去挠呢 下了去地面有其他地方有多难去混呢 但是呢 如果去到月亮和火星的层面 就另外一回事了 你可不可以 就是叫做運用到最少人力物力资源的方法 来令到这个东西可以尽快可以回程 那这个又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发射台在地球上面 任意地方建发射台 任意地方建监测点 任意地方建打捞点 就是很容易 但是在火星和月亮上面 全部东西都是一个限制 你起码不可以有一班工人 可以完全没有什么装备 就可以直接运一些东西上来 去到太空层面的时候 有些东西你要执上去 挂上去 各种东西都是能源 各种东西都是资源 而且那些机械很容易就受到限制 不是说你喜欢在哪里 就趕快找多个机器运上来 所以你会想到 这种这样的技术去到月亮去到火星 就变得更加有效了 那你刚才那个讲是不是说 将来有一天 我们今天在地球看到这个降落 会在月球那里发生呢 那我会说一定的 他说甚至火星都会用到类似的技术 剩下的就是你只需要运一些燃料上去 做一个最基本的维护 就是好像飞机那样 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比喻 真的放在飞机那里 你现在的飞机就是 你在那个机场上升 在那个机场上降 那就最有效率地去运东西 是不是 你不会预期你把飞机订了上天 那飞机呢 就和你在去纽约的 就和你在纽约附近100公里范围降落 那你自己再搬车回去 那你就找笨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这个人严烦 你的机不严烦 你的人都严烦 是不是 那你有需要额外的资源 来去克服你本身不够精准 但是现在你 就是将这些可以真的 机场概念 是不是 太空机场概念 真是定点去航行返航 那可以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地球 我们去做那个座标 或者GPS 我们都做了很多年 所以很大量的资源头 如果我们去太空机要去月球 其实我们怎么做这个座标的 没有的 要重新找一些卫星做它的座标系统 这个座标不只是说空间的座标系统 是定时的 就是那个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 是都要定的 因为这些东西是会随着你的引力变化 是有所改变的 所以我们之前说到 月亮搞那个标准月亮时间 其实也都年大月 就是要搞这个月亮的精准定位系统 是同一套 所以你要搞月球基地 搞火星基地 你就要定义月球标准时间 但火星标准时间外面有自己的 一套定位的卫星系统 才能够维持到这个系统去运作 就是好像你 簡單的说 你地球都分不同时区 你要是定义到哪里的起飞时间 降落时间 你要定义好你的那个时区 你要有个标准时间 标准钟来去配对 所以你说如果要做一个叫做 民用的或者定期的往返飞行 然后上面有一个精准的定位系统 计时的 这些东西你会发觉 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 你要做到一个定位系统和定时系统 这个定位系统是否牵涉到合议相对论 牵涉到广义相对论 我说 就是好像我们地球的定位系统一样的 我们要有一个广义相对论的修正 这边就转一转 就是说第二样的就是 其实这次那个SpaceX 就是叫做第五次试射 有些我在直播上都没有发现到的 就是说 其实第六次很快会来的 因为如果你留意一下 那个SpaceX拿那个叫做 比如美国那个FAA 你可以当像一个民航处这样的机构 就是飞行管理委员会那些 它其实是一次过 是批准了SpaceX第五次和第六次试射的 所以如果你去网上找SpaceX Starship Flight 6 是已经就是说那个FAA批准了 有个批准可以去飞的了 甚至乎如果你留意一下 即是叠雅式的了 那些东西现在发生得越来越快的 在今年的九月中 已经是那个SpaceX那个Starship的第六次试射 准备用的那支火箭 已经做了地面的静止发射的了 就是我们叫Static Fire 就是说你把它放在发射台上 就不要给足够的推力让它飞上去 但是就用这个机会来试一下那些噴射引擎 不是正常运作 那你不是一次过全部开完的 可能今次只是开了中间的几支 然后下次开其他几支 就看看它能不能够正常运作 那你一做到这些叫Static Fire的东西 其实我会说可能你等到12月或者明年1月2月 你就会突然间公布第六次试射的那个计划 又会加些什么东西上去的了 你估计会加些什么东西上去的? 那我预计一定是再用筷子夹肠 一定飞上去又飞回来 又要表现得好一些 以及今次都有少少瑕疵可以去修补的 如果大家很记性记得上次第四次试射 我们说也挺接近圆满成功 但是那个Starship它的定峰翼 其中一边的那个耳朵是烧到烂了 刚刚这次第五次试射你就看到很漂亮了 就完全是可以加强那个结构 你会发觉就没有烧烂了 那又下回来 但是同时间呢 新闻那里比较少去跟进留意就是说 在今次下面那支Super Heavy Booster 它是没错 回到来的筷子夹着 但是看到外面都有少少东西烂了少少的 那个烂了不是一些结构上的破坏 纯粹就是那个外面脱了漆 脱了一块皮这样的东西 那当然你可以会说 那是不是都可以将它加强那个外壳结构 哪里容易烂了或者加强了呢 那它一定有这样的小收小保继续去做 那现在呢估计一下 这次第五次试射成功了 成功的地方就是一支箭射了上去 它分离了之后 前面的箭头在印度洋预定地点成功降落 做了一个软着陆 而且一支东西本身没有穿没有烂 OK 下面那支Super Heavy 没有烂不得止 还和你回到发射台那里 那就99.99%完成成功了 下次可以怎样呢 大家可能想就是说 上面那支Star Ship呢 就做一个更加复杂的任务 就是长途一些的飞行 然后当然下面那个Super Heavy 也都是可以回到筷子里夹住 那现在就是预期会是这样的 那上面那支可以做一个更复杂的飞行呢 会不会中间做一些突然之间再开火 再开火的一些变轨和变速的动作呢 那是可以发生的 就是可以加这些东西上去 还有先前也都试过就是 开了道门再关上去 然后就模擬一下 就是准备打开道门去 去混掉一些东西出去 或者收一些东西回来 那因为这个Star Ship 很可能还会做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攜帶一些燃料 去帮另外一个在轨道上面的 另外一支火箭来做的 叫做太空中加油 那我想有一些步骤就是准备 就算我估计下次就没那么快 直接做到太空中加油的 因为如果你要直接做太空中加油呢 首先你要射定一些东西上去 做环绕着地球转 等它变成一个人造卫星 環绕着地球转 然后你再射第二支火箭上去 追上去 然后再伸一条猴过去 去擠一些燃料上去 等它再加速去第二个地方 那就是一步步来 我觉得第六次试射 如果立刻做这件事 我觉得就很夸张了 但是我也都会觉得这一种感觉 就是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就真的更加像以前我们那些 科幻卡通动画 就是那个图像 可以估计了 第六次试射就是 对于上面那支STARSHIP 它的操作 会有一些更复杂的动作 要它去做 但是长城是什么呢 就暂时没有信息 所以我自己都很开心的 我都准备了 我发觉做这个 和大家看SpaceX试射的直播 我自己都做了几个人 还有我不知道台长 你将来有兴趣 都加入一起做Live 非常开心 好 再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SpaceX 或者我们笼笼些说 美国的火箭技术 抛离其他国家有多远 我会说接近两个世代 已经去到 首先你会看到 SpaceX去做的那件事就是 人类文明历史以来最大推力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这支东西还可以回收 可以回收 可以回收就是说 可以叫做 可以叫做 跌到海楼再用 现在不止 这支可以回收的东西 是懂得自己回家的 我如果这样定义的话 你将这些火箭技术 变得更加可回收 叫做 领先一个世代的话 这件事再加上 那些自动化科技 可以回到原位 真是叫做 再领先多一个世代 那你说如果再玩在太空中加油 那些你就会走得越炮越圆 是突然之间 回顾回由第一次试射 我记得第一次试射 我看4分33秒就没有东西看了 就完了 然后那些人还耻笑 爆了都还这么开心 跟着人家长征火箭都没有这样爆发 但是你会看到人家 他真的去准备发展一个 就是跨世代的技术的时候 他用的方法是非常之快捷的 前后两年时间已经走到这么远 所以我会觉得是非常之惊人的发展 我们第一次在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次就回来